为期三天的第十九届香格里拉对话会昨天在新加坡结束 在最后一天的会议上 中国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丰和 就中国对地区秩序的愿景议题做大会发言并回答与会记者提问 针对中美关系台湾问题美国的印太战略乌克兰危机等阐述中方严正立场 吸引外媒高度关注 路透社12日称 中美关系和俄乌冲突问题几乎主导了此次相会的每次全体会议 美国防长奥斯汀11日在会上发言 利用俄乌冲突渲染亚太地区局势 再次重复对中国的无端指责遭到中方驳斥 接下来奥斯汀将继续在亚洲访问 不少媒体注意到 他此次访亚洲距离美国总统拜登5月下旬访问韩国和日本 兜售其印太战略只隔了半个月 美国如此重视亚太地区 试图以意识形态分裂亚洲的用心昭然若结 不过美国的这图谋注定不会成功 新加坡国防部长黄永宏12日在相会的发言中表示 对亚洲而言 核心课题不是专制国家与民主国家之间的意识形态斗争 区域国家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 比俄罗斯和欧洲更密切 更有成效和更互惠互利 12日相会共举办三场全体会议 中国对地区秩序的愿景是第一场全体会议的议题 由魏凤和做大会发言 他指出 人类社会正经历史上罕见的多重危机 出路在于维护和践行多边主义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亚太是全球最具增长活力和发展潜力的地区 各国应朝着构建亚太命运共同体 实现亚太地区持久和平和普遍安全的美好愿景迈进 魏凤和表示 新中国成立以来 中国从未主动挑起过任何一场战争 从未侵占过别人一寸土地 中国无论发展到什么程度 永远不称霸不争霸 永远不搞军事扩张和军备竞赛 解放军从炮火硝烟中走来 和各种强大的对手较量过 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 如果有人胆敢来犯 中国军队必将果断亮剑 坚决反击 战而胜之 几乎所有西方主流媒体 12日均第一时间报道了魏凤和的讲话 并将重点放在他对台湾问题和中美关系的阐述上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报道标题称 中国抨击美国是恶霸 称将为台湾战斗到底 魏凤和表示 当年美国为国家统一打了南北战争 中国非常不愿意发生这样的内战 但将坚决粉碎任何台独图谋 如果有人胆敢把台湾分裂出去 我们一定会不惜一战 不惜代价 一定会打到底 这是中国不二的选择 CN称 针对奥斯汀在前一天的会议上 谈论美国的印太战略 并指责中国正采取 胁迫性 侵略性和危险的行动 威胁和破坏印太地区的安全 稳定和繁荣 魏凤和12日表示 中方坚决反对美方抹黑 指责 甚至威胁中国的言论 任何国家都不应打着多边主义的幌子 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 欺凌他人 他说 美国的印太战略是打着自由开放的旗号 绑架裹挟地区国家 针对特定国家 这是一个制造对抗的战略 报道引述 魏凤和的话说 魏凤和的发言 赢得现场观众阵阵掌声 之后 在不到20分钟的时间内 他回答了两轮共11个提问 以真诚态度 应答 尽答 相会由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和新加坡国防部联合举办 是亚太地区影响较大的国防和安全会议 曾多次参加相会的中国传媒大学媒介与公共事务研究院院长 杨宇军12日告诉环球时报记者 虽然相会在新加坡举办 但IISS是英国智库 英美等国家发挥了幕后推手的作用 如同体育比赛 客场往往不好打 但重视因为相会不是中国的主场 中方又会代表的精彩发言 才有特殊的传播力和影响力 他说